啊 當然囉 難免有一些同志會有不同的意見 還是這樣 那根本就算不了吉尼斯 那這吉尼斯世界紀錄可都是板上定定 看 最新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 噓噓噓 � 那個什麼態度吧 怎麼老昭爺生氣呀 赶紧跟爷爷道歉 爷爷我错了 这是错哪儿了吗 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啊 你错就错嘞 爸他错哪儿了 他不承认我对人民贡献大吗 他不承认我是吉尼斯吗 他不承认我是那个 那个嘛 你怎么能 怎么能不承认呢 爷爷对人民贡献多大呀 全世界 谁不知道啊 就是啊 咱先不说全世界 反正在咱们这块儿 谁不知道啊 正是 我也知道 我没不承认啊 可他人算得上吉尼斯吗 爸 您这稍微过点儿 您这 您对人民贡献是大 可就全世界这范围来讲吧 您总超不过马克思吧您 还说马克思 嗯 连恩克思他也比不上啊 我怎么 恩克思我是比不上 这是在政治思想领域 嗯 在科学文化领域 您总超不过爱因斯坦吧 爱因斯坦 嗯 爱因斯坦 我当然超不过他 所以我说了没错吧 您咱俩算吉尼斯 嗯 怎么不算呢 啊 我也没说算全世界的嘛 我就算咱们家的还不行吗 啊 刚才我也翻了一下那本儿 吉尼斯大全 嗯 就照他那么算法 啊 就在我们家的范围之内 啊 谁 参加革命最早 啊 工作的时间最长 啊 啊 谁 得的奖状最多 啊 啊 谁 担当的职务最高 啊 谁 啊 不是别人都是我嘛 啊 嗯 这就吉祥了啊 啊 吃完饭以后圆圆 你再详细的帮爷爷统计统计 咱们家的吉尼斯记录 出来了嘛 爷爷 您那算法我觉得根本就不科学 您都六十多了 我刚十二 我和您怎么比啊 要比就都按十二岁比 您十二岁时候当过几回三号学生啊 我当过 我们那会儿没有三号学生啊 我当时因为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 还让学校给开除了 瞅瞅啊 我当三号 您被开除 差距有多大 回头我就给您记上 哎 你这个 哎 爸爸爸 嗯 我也觉得刚才您这种算法不大准确 就咱们家现在情况来说 谁每天工作时间最长 啊 谁现在担负的责任最重 谁起早贪黑 战斗在四化建设第一线 任劳任怨 批行待约 我就不用具体说出他光辉的名字了 我 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得出来 哎哎哎哎 你们要这么说呢 我可得说两句 啊 就咱家这范围来讲 谁的贡献最大呀 谁挨家里头干的家务活最多呀 是谁一天到晚管着你们吃管着你们春操心这个算机那个一天忙到晚 书脚不吃仙 干不完的活 啊 我还受不完的累 我还费力不讨好 我还得落蛮远 王姐呀 啊 李凯妮又表扬安了 谁表扬你了 我这表扬我自个儿啊 我这表扬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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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吉尼斯都这么说 坏弄说法也行 全家寿命最长的 是不明老人 什么叫寿命最长的 那我以后怎么办 我还往不往下活了 算了算了 还是还活着的 全家目前还活着的 年龄最大的女人 是和平女士 按照中国传统算法 她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你别给我按那传统的算法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 我怎么成他们家最大的女人 谁让我妈死得搞的 你就顶替她的名额了 你们家我好事一个摊不上 这事全让我摊上了 全家目前年龄最小的人 是贾圆圆小姐 她今年刚十二岁 年轻有为 前途无量 你知道你自个儿 这怎么都是好词啊 没吧 这是科学 科学的记录 都得这么写 全家目前最勤劳的人 是贾圆圆小姐 你干什么呢 你还勤劳呢 我们老师说了 学习是预备性的劳动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 晚上八点半睡觉 一天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了学习上 你还玩呢 你怎么不说呢 我们老师说了 游戏是儿童的天使 有助于培养儿童的智力 体力 健康的性格和集体主义精神 也属于学习的一部分 那你总得要 每天吃饭休息吧 我吃饭休息 我是为了长身体 我长身体为什么了 还不是为了 现在更好的学习 将来更好的劳动 和你玩就是学习 学习是为劳动 吃饭休息也是为劳动 所以你整天没别的 你净劳动了 你整天什么都不干 你还是咱家最勤劳的 不可以点的事 科学记录往往就是这样 往往违反人们的常规 但科学就是科学 我有什么办法 目前全家最清闲的人是 富明老人 他每天基本上 不做任何事情 逍遥自在 安不晚年 我怎么不做事 我每天 我每天 还要吃饭休息吧 你能算劳动 我这就不算了 当然不算 我吃饭休息 我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劳动 你也为了将来 将来 我已经劳动了一辈子了 我现在休息休息还不需要 所以说您现在是最清闲的人 我也没否认您过去的贡献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事 我这都是给你们开个头 具体的你们自个儿写 我就放着 你不是 你不是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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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和你 目前全家 目前全家活着的身材最高打的人 是 孙明老人 他身高一点七八米 体重82公斤 全家唯一使用化名的是 复明老人 他原名贾敬贤 参加革命后因工作需要 化名复明 沿用至今 全家最受人尊重的人是 复明老人 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 他既参加了 阿线深意世界反法西斯事业 以后要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构限出全部的聪明财政 全家目前担任社会职务 最多的人是 复明老人 全家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人是 复明老人 全家目前 复明老人 这样就全面多了 全家目前工作最忙的人是 贾志国同志 他每天早晨八点钟准时上班 通常要到下午五点钟以后才能回家 并且经常加班加点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偶心沥血 鞠躬尽瘁 我容易吗我 在全家 奉献最多 索取最少的 也是贾志国同志 他已经多年 没有添置什么新衣服了 他使用的一块手表 还是几乎那年买的呢 他 他基本上不抽烟 不喝酒 不下馆子吃饭 他每月的工资奖金 除了留有少量的零花外 全部上交 这么多年了 我吃的是草 我挤出来的是 生 不是 不是 而全家目前活着的人中 长得最漂亮的是 何平女士 她的眉毛像弯月 她的腰身像棉柳 她的小嘴很多情啊 眼睛都算了 发抖 这不是我 这是阿拉姆汉 爱全家目前活着的 生孩子最多的是 何平女士 她于1982年 足月 顺产 顺产 生下 甲圆圆 一鸣 并将她 抚养成人继承革命 我为你们家把孩子拉扯这么大 我容易吗 帮我 券甲 唯一的买来妹 是由河南 来进打工的血小贵 小金 她以自己的青春念花 而守顾于傅家 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和体力 换取微不足道的保重 她比傅家的大小姐 家渊渊 今几年长 把岁 可她子妻 也还是个孩子 大人 好 命 破 我 我 我 爆 小蕾 我 小蕾 我 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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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蕾 我 我 我 好 你 我 您 您 還有您 那您自個兒呢 我自個兒 我自己對自己從來都是 比較實事求是的嗎 你們看這裏 凡是我自己寫的 哪一條不是事實 站不住腳 可以指出來嗎 您說您自己能力最強 貢獻最大 最有作為 最受人尊敬 這就不 不怎麼站得住 您得拿出事實來 我怎麼拿不出事實來 我這上面拿出來的都是事實嗎 我實話告訴你們 我還有很多事實沒有拿出來呢 比如說 我歷年得到的獎狀數目 那天我隨便翻了一下就一百七十三張 這算不算是全家之罪呀 嗯 您愛算就算吧 您可以網上寫呀 寫我當然可 哎呀就不知道現在這些獎狀 幫有些內容還做不做數 你比如說 這個大鏈鋼鐵積極分子 農業學大債先進個人 批林批孔 衝鋒在前 這可是完全是污衊嘛 當時我哪裏是衝鋒在前呢 我是落在最後嘛 而且我還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我當時對私人幫領搞一套 就我自己的看法 說了半天啊 您還是材料不過硬 是不是 那所以您拿不出來嘛 怎麼不過硬 過硬得很嘞 哎 第一次 我現在就說一條 馬上就讓你們大家啞口言 我殺過人 你們殺過嗎 昨晚抱上瞪子 哎 虎城河邊那無頭女屍 是您殺的 什麼無頭女屍 我那是抗日戰爭 那是打仗 我一個手裡的蛋扔出去 來不了倒她幾個 哎 這跟你們誰敢跟我比啊 是 您您您先試試看 說了半天 還就這一條站得住 沒人敢跟您爭 我都給您寄上了 出了吧 家庭禁止 這個 給我捏一捏 目前 全家活著的 唯一殺過人的 是 不明老人 對 他曾殺過 數名日本侵略者 對 以及 和成河邊一義無少女 裸媚不會有什麼別的事吧 不知道 裸媚這樣的女孩子 恐怕有时候 连你也理解不了吧 我看 罗美这种状态 很难适应这次选拔赛 你说怎么办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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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